还有一种呢 是什么呢 这是商官星 商官星要是见了官星了 你要是不上这个不参军 不上军队 不上军校 不上这个军事部门 上警察 学校等等 那很可能呢 你就沦落为社会的犯罪分子了 多接触身边的 接触了很多这个违法乱纪的人 好吧 有这样的八字结构 杨润 商官 七杀 笔杰等等的 我们都很早的建议父母 把他们送到军校 警察 学院 学校里边去 好吧 食神如何生财 食神生财呢 是艺术品 药品 饮食 餐饮 甚至于什么呢 这个小的食品 饲养 宠物 宠物这方面能有一个好的发展 申望 甲乙木生在春天 这个就具备了申望的条件了 同时透出秉丁火 秉丁火又多 这个没有水 很少有水来制化这个秉丁火 那包括八字里边没有财星 在国外呢 我们见到这样的八字 我们就建议他进入到这个宗教啊 这个牧师啊 这个行业啊 这里边去啊 还有呢 他很小的时候呢 很可能就在这个教会学校成长啊 长大啊 还有的人呢 这个要是有这个特长商官生财 无质化啊 大运上面没走到财 本命当中不具备财 也可以从事艺术工作学习啊 等他到了有财运的时候呢 在学以致用啊 在辩出前来 有很多大的画家啊 包括樊高 很多很多人啊 都是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呢 生活啊 这个物质上面很差 但是呢 他们都是申望 生官旺盛啊 这样的人为了追求艺术 拿出一生的时间啊 这个都在啊 艺术的这个里边啊 好吧 这个真正的搞艺术的人 才心过旺的啊 这个他很可能像毕加索这种的啊 是极特出的例子 要是过早的介入到物质生活里边啊 艺术家的这个成就就很有限了啊 还有一种情况是 日之坐下就是商官啊 日之坐下就是商官的这个 这个丁火啊 这个丁卫啊 这个等等啊 这个物质啊 这个实际上坐下商官时辰都一样的啊 这个天干透出来商官的啊 商官旺盛的人多数是技术人员啊 这个学者啊 从事这方面的从事这方面 金水商官啊 主持人啊 都跟金水商官 金水商官的最主要的是银行财务啊保险啊 这个健康咨询医疗啊 事物上的这些啊 这些啊 东西 金水商官的人呢 现在的行业呢 就比较适合数据分析管理啊 这个过去呢 这个过去呢 是说金金算师啊 这个财务精算啊 材料呢 也这个工程上面呢 也可能是表现的这个统计 材料统计啊 这些啊 精算啊 跟这个金水商官有关啊 实神旺盛啊 又有正官 命底边又见到了七杀啊 这个比较杂比较乱 但是如果实神阁至煞了啊 这个山官阁啊 这个不见观星 这个呢 是一捕像术啊 这个反正过去说 这个三角九流啊 或者是说反正不适合正统的行业 就对了 正统的事业啊 说这个上这个正统大学 明这个正统行业 没有 但是一捕像术啊 这些方面 有没有他的这个行业上面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成功啊 成就啊 当然也有啊 这个甚至于说 由于这个行业里边 从业的人员呢 跟正统行业比呢 偏少的 但是如果他的格局成立的话 那也是累生累世的啊 自古就有的行业 只是从事的人员 了解的人员太少了 尤其在中国呢 这个七八十年啊 里边啊 又遭到了这个封建迷信的 这个打击 好吧 嗯